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身为一个留学生 我感受到他们平时会感受到的东西 而因为我是第一手经历过留学生的生活 我为何创造一个平台给大家分享 眼见社交网站现时大行其道 军头希望建立一个新的社交网站 扭转年轻人上网只是讲是非 了解朋友每日行情的习惯 而更应该分享回忆 维系朋友、家人、彼此之间的感情 当我们进入那个Login Page 我们会看到一格格的东西 其实它有一个Friends List 你可以scroll through 它 即是类似这样按下去 它就去第二个人 原来这个是妈妈 我们可以按下去看到它的Profil 小时候 小时候 君豪和香港的小朋友一样百无了賴 不知什么是人生的方向 选择过得一天 只有一天 但当君豪相信上帝之后 他对生命有不同的看法 有一天我感觉到一些东西 就是说神好像在问我 你学了这么多东西 那你打算如何 就是如何去发挥你自己所长 还有你有没有曾经想过去帮一些人 可能有些人 他可能原来是一些伤残人士 他自己会觉得 有些人可能很自卑 可能因为他没有了寄托 他没有了一种信心在里面 他会觉得很孤单 很无助 那时候我亲身去过 他教过一些 他是一个基督教机构 是双残人士的基督教机构 我去到那时候 我教他们剪片 我教他们所谓很难的 普通电视台会用的剪片软件 我自己教 原来我自己都学到 而他们也学得很开心 其实是相赢的局面 君豪希望将耶稣赋予给他的爱 恩慈以致使命 带到不同的角落 喜欢上网、剪片、拍摄的你 都可以想想如何发挥自己的恩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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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